我以前就挺胖的嘛 难度最大的就是坚持 有氧做的我都要疯掉 那么我打健美比赛 我一个胖子能拿冠军 是不是很有趣 那我拿了全国冠军以后 我就在想 那我要是拿卡 岂不是很有趣吗 那我就拿了卡了以后 我就想那我要不把目标定远一点 反正梦想这种东西 能够得到呢 就不叫梦想了 那我就说那我要上奥赛 美国的比赛 会有个第一轮被叫出 这个第一轮被叫出的 就是前几名 你如果是站在中间位的 那基本上定的就是第一名 在我预赛 知道自己能获得前三名 我一整个下午就挺紧张的 一直在琢磨怎么去 就是两分钟的一个不定位造型 报我名字是冠军的时候 我就疯了 我在上面都跳起来了 有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我就呈现了80后90后这种 为了梦想会去奋斗 但是梦想永远就是到达了 然后就会有新的目标 现在我的新的目标就是 我想进奥赛前五 打完奥赛一定会回国的 真的我们中国很多很多的机会 必须回国 请不吝点赁